上星期日播出的 《紫山若梨》节目中 感受到黄嘉义这位人气idol 背后的努力和对粉丝的用心 这天Jackson在上海出席代言活动 连对传媒他都一样这么细心 这天见记者姐姐要谋帝令迷 他即时主动说等他自己来 一点价值都没有 没事 来来来 你不要再跪下来 想问一下 接下来有没有一些自己的工作计划 或者是作品能够透露一下 大家都很期待 没有 我最近就在放空然后休息 因为我十年 差不多差不多十年没有休息过了 然后我也觉得输出音乐作品 然后什么作品 也是需要通过生活的方式 从中去感受灵感的 所以我最近在休息 但是我下一个专辑就 尽快会出应该是明年吧 Jackson担任这个雪糕的全球代言人 这天也有自己的DIY雪条 他也有分享自己最爱的口味 首先今天我来整个concept space 我很喜欢四个不同的空间 然后其中一个空间我比较喜欢的是 可以自己DIY的一个冰淇淋的一个环节 然后关于我特调的那个 因为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shake 就是很喜欢那个milkshake的 用冰淇淋来做的shake 所以我就自己做了一个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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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